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厂家玩出了新花样 有用扭矩指表示的 也有用速度G指表示的 也有用加速度G指表示的 那么影响油耗的因素除了排量还有什么呢 汽车的排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我们可以把活塞在气缸上的上指点平面计做A 把下指点计做B A与B之间的原注容积就是排量 常见的排量有1.4升 1.6升 1.8升 2.0升 大排量的4.0升和小排量的1.0 1.3升相对来说小得多 汽车的排量和油耗有一定关系 但并不是成正比 可以这么说 排量大的车油耗更高 但是油耗高的车排量不一定大 同样排量的车油耗也有可能不一样 同样油耗的车排量也并非一模一样 并不是排量太复杂 而是影响油耗的因素太多 只看排量比较两款车的油耗并不是太准确 尤其是两个排量比较靠近的车 比如1.5升和1.6升 汽车的外形 自重 轮胎 发动机技术 驾驶习惯等都会影响油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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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